到台上因为我喝唱不住自国之道 委员 是 委员 我想请教从前面来听听看 您对于现在兰军的重回执政 然后在立法院有这么多的多数 我想很多民众会期望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够为这个国家真的做出一些事情 能够为这个社会 推出更好的更多政策 可是相对来说 大家有时候就会失望 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优势 然后拖拖拉拉的做很多决策 看起来也瞻前顾后 所以您自己对于现在兰军重回执政 能够为台湾这个国家社会 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特别是从一个 朝一个正义社会的方向走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有的人对台湾的国民党 重新在立法院三分之二以上 这是很难的 什么法案照理说都应该很快的过 通过 换句话说 这个法案的过 可能让执政他能够新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除币 好像因为国民党 那么多几次结果 你还是没有符合 达到人你想要看到的 这个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立法院的内规 院长可不可以动用警察权 当我表演多 我只有十个人 我霸占出主席台 我就是不走 那你会要不要开下去 这个 我们对大部分的国民党的立委 大家也很无奈 就像有人问我们说 我们这个会期结束了 要不要开临时会 我们有人 我们在党团大会里面 就有人提到了 我们开临时会的目的是要干嘛 是要通过法案 通过这个新立的一些 一些迷政法案 那好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去霸占主席台 我们的会开得下去开不下去 可不可以达成我们的目的 这是里面立法院的一个内规 但是我们不可会言 执政的人就必须要负责任 这是你 这是我虽然讲出这个问题 但是要怎么去克服 还是我们的问题 还有一个政党 尤其是从失去政权 到重新拿回执政权 其实八年的时间 我们有很多东西让我们来检讨 第一个 为什么你会失去八年的政权 一定是人民觉得 你让我太失望了 我们不要讲说 他用什么艰小的方法 那都是平常讲 那都是很minor的事情 主要是你还是失掉的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换句话反过来 你失民心者 你当然有失掉的天下 那换句话说 我们曾经失掉的民心 失掉的民心里面 当然很多的 我个人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跟黑金去勾勾搭打打 甚至你跟黑金 根本就是一体的 你当然会失掉民心 因为绝大部分的普罗大众 是属于中性的 是属于中下阶层的 我们这个 那你这些人 他也接触不到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 这个高阶层的政治人 或有钱人 但是你高阶的人 政治人物 跟有钱的人 甚至跟 借助黑道力量 混在一起的话 那这些人心里就说 我们这个国家 一定是被你们这些人 把持了所有的一切